第一眼看到的時候真的是會嚇一跳 哇這麼多廢墟就樹立在這個地方 感到不勝唏噓了 這光景讓我想到之前去鬼怒川的時候 大家好我是馬之一 那我現在來到位於明谷屋的一個無人車站 就是我背後的這個定光式站 剛在下車的時候呢 也基本上沒有什麼乘客人數 而且在這裡出站跟入站 改閘口那裡是不會有站務人員的 大家一定有來過明谷屋 明谷屋就是一個非常大都會大城市的樣貌 但這裡距離明谷車站 只有僅僅短短的30分鐘車程而已 30分鐘車程就從一個大都會 到了一個好像是秘境的地方 後面就有一個溪流 還有一些山超級漂亮的 定光式車站是無人站 所以呢在這裡它沒有販賣撐車券 我看一個小時大概是兩班車左右 我們去它的出口吧 出站到外面看看 我剛還在想啊 我坐下車的這個月台 怎麼到對面去 因為它也沒有人行到 走到底的時候旁邊就 突然出現一個小小的那種地下道 可以通到對面 這個地下道感覺也是非常的奇特 定光式車站坐落於愛智縣春日警示的玉野丁 藝術車站後四周散發出一種被時光忽略的寧靜 雖然眼前景象晚路就像是一個無人問津的秘境車站 但其實這片獨地昔日卻綻放著繁華的一面 還曾是眾多遠道而來的遊客仰望的觀光聖地 而從繁華到遼集這其中究竟隱藏了怎麼樣的轉變和變遷呢 走下樓梯前面就有一個很大的觀光看板 上面寫定光式玉野川西谷愛知高原國定公園 就像是一個觀光地區的樣子 一出來就有一個地圖上面有寫非常多的一些景點 前面那個廁所好像是車站的廁所 哇這個廁所好老舊啊 從這條往前走就會往定光池的方向 東海自然步道 這個步道是從東京到大阪 結合很多很漂亮大自然文化的一條道路 總共是1343公里 這些民房他們下面是中空的 他就在那個河流的上方這樣子搭建起來 所以從這個鐵網裡面就可以看到旁邊的河川這樣子流出去 感覺以前這邊是一些店鋪啊 但是都已經沒有營業了 這邊就是我們剛從車站上面看下來的景色 哇一個河川西谷非常的漂亮 這個電燈還有在亮著 那定光市當地在過去呢 是以怎麼樣的一個旅遊景點而發跡的 其實當地這裡不只有定光市 周邊還有大大小小的一些設施 而且每當季節來臨的時候呢 這裡的楓葉跟櫻花相當的漂亮 所以這裡的地理優勢 在過去也吸引很多的業者 他們想要把這片地也打造成為一個觀光旅館區 就吸引別人來這邊泡湯啊 順便吃個東西 而且聽說過去當地這邊的餐廳 是非常高級的那種日式料理廳 很多人在假日的時候 就會從明谷屋特別坐車來 因為過來只要30分鐘嘛 然後在附近的高級日本料理廳呢 吃的東西 然後欣賞這邊沿岸的風景 相當的愜意 但我剛來的時候有說嘛 這個地方呢已經變成一個沒落的觀光學 曾經人聲鼎沸的高級日式料理廳 還有觀光旅館 而如今已經成為一棟棟的廢墟了 就樹立在這個定光市的車站外圍沿岸走遭 我們現在眼前看到的這些旅館 就是過去在當地非常有名的一些料理廳 現在已經成為廢墟了 從橋這裡看到後方那個景象啊 第一眼看到的時候真的是會嚇一跳 這麼多廢墟就樹立在這個地方 感到不慎唏了 這個光景讓我想到之前去鬼怒川的時候 它那個溫泉街也是有很多廢棄的旅館 而且這條橋做的很像溫泉街的那種感覺 不只旁邊這一棟 像眼前這一棟呢也是一個廢墟 它窗戶已經完全破碎了 而且旁邊也長了非常多的藤蔓跟樹葉 完全已經跟大自然融為一體 這些建築呢其實在過去是當地最出名的觀光旅店 叫做千歲樓 這個千歲樓是一個歷史相當悠久的料理廳還有旅館 創立於1928年 據說曾經還被譽為民谷屋地區賞鷹還有賞豐的奧作夫 吸引了非常多來到這裡住宿還有參加宴會的賓客 千歲樓不只歷史悠久 在過去也是當地非常厲害著名的一個料理廳 由於它就靠近著賴戶優越的地理衛生 千歲樓在1980年 當時就逐漸文明成為一個 好一家經常造訪的地方 其中還包括政府高官啊 企業家老闆 也有許多遺跡受到邀請 在鼎盛時期的1994年 當時千歲樓的年營業額接近10億日元 這個地方好山好水 現在看起來就像是一個秘境 怎麼會逐漸走向一個沒落的觀光地區呢 這個原因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說 但是在我背後這個千歲樓 它在廢業之後 曾經有一度呢 也有發生過非常嚴重的火災 你可以看到後面的建築物 其實總共有四棟 從右邊這一棟開始算起來是 一、二、三、四 從我右手邊數來這邊第二棟 這一棟在過去就曾經發生火災了 據說這棟建築 過去就是這個千歲樓它的員工宿舍 那我們再看這個建築右邊 還有一個白色的建築物 它的窗戶全部都已經破掉了 這個白色的建築物 聽說是過去千歲樓的浴場 就是有些人來這邊吃完東西 想說順便住宿一下 就來這邊浴場泡個澡啊 泡個湯啊 我們現在離開剛剛那座橋 我們往它旅館的後方稍微去走走看看 貼了非常多的告示 叫大家不要進去這個柵欄裡面 這旁邊有很多很多一台一台的汽車 以前這個地方應該是它千歲樓的停車場啊 但是旅館荒廢之後啊 有些人好像是來到這裡定光室 他也開車來了 然後可能就暫停在這個地方 這邊的牆上也有很多人塗鴉 哇這個是他以前旅館的招牌啊 就梳立在這個地方 現在這個旅館的外圍啊 圍了一層非常非常大的護欄啊 就完全不讓人偷偷的溜進去了 周邊也安裝了非常多的監視器 那為什麼這個只是一個廢墟旅館啊 周遭看起來感覺卻是戒備森嚴啊 防護重重啊 那是因為這個千歲樓呢 自從他廢業之後呢 就開始發生一連串的離奇事件啊 首先呢 是有多次的不明火災原因啊 據新聞報導啊 好像有七到八次 再來是2012年的時候呢 當時有一名男性啊 他晚上呢 就獨自闖進這個千歲樓的旅館裡面 進去做什麼啊 就是探險 因為在日本很多這種廢墟啊 一旦裡面沒有人的時候 加上周邊呢非常的偏僻 非常的荒涼啊 所以慢慢也會成為 網上傳說中的靈異景點 很多年輕人呢 他們可能就聚在一起無聊嘛 晚上喝喝酒壯壯蛋啊 就會來到這些靈異景點去探險 因為其實這種廢墟耶 很多都是私有地 所以如果你進去呢 等於算是不法侵入了 但是那個男生很奇怪 他進去之後呢 卻自己抱了打電話 警察就把他 以不法侵入的罪名帶走 那為什麼進去 一個廢墟裡面 他還要自己打電話給警察呢 那是因為 據說他當時進去的時候 在旅館的一樓呢 就發現了一個白骨花的屍體 所以真的是相當的恐怖 其實我走在這個地方 看這種外面的感覺 也是覺得這周遭蠻陰森的啊 所以也因為這樣子 這個建築在過去啊 加裝了非常多的監視器 還有圍欄並加強殉弱 但儘管如此 據說還是常常受到入侵的警報啊 直到至今呢 這棟建築物依然樹立在這個地方啊 火災過去的痕跡呢 依然清晰可見 這些窗戶都完全是破掉的 或者直接打開的 幾乎每一個窗戶都是 這些破碎的玻璃窗戶啊 據說是過去這個飯店 在破產倒閉之後呢 就有很多的債主了 他們都為了要討欠嘛 就來到這個旅館 趁這裡都沒有人的時候 就破壞這個窗戶 偷看裡面有沒有一些值錢的東西 所以每一個窗戶 看起來的樣貌都是人為蓄意 可能拿球棒還是怎麼樣的東西 而且把它給敲碎啊 這個旅店真的相當的大 從這裡就連到後面那裡 白天來這裡就感覺到非常的寒冷啊 比市區還要再冷個三四度左右啊 河川區域內的建築物可能會倒壞 所以非常危險不要靠近 從這邊可以看到 它算是旅館的陽台還有戶外的樓梯啊 整個鐵鏽斑駁啊 其實定光市周遭昔日是一個名聲顯赫的旅遊聖地 因便捷交通位置吸引了許多來自民谷的遊客前來朝聖 然而這個地方卻曾經經歷了 從盛期一時到衰敗的命運轉變 原本當地位於車站周遭的旅館夜 擁有地理上的獨特優勢 但隨著90年代日本汽車的補給化 交通對一半人來說已經不再是難以跨越的阻礙 人們紛紛開車前往更遠的地方 像是長野、夏旅、飛驼等地旅遊 這一導致客流分散 當地的業績景氣也逐漸低迷 原本這附近有8家旅館經營 但隨著客人的數量減少 到了1999年只剩下包括千穗樓在內的兩家 最終明正義時的千穗樓在2003年 應付在高達61日元而宣告破產 停業後由於無法聯絡到管理者也難以解體 建築逐漸荒廢 之後當地就成為了靈異景點和廢墟的代名詞 所以這邊觀光地過去的故事大概是這樣子 真的聽起來還是不勝唏嘘 最主要是因為交通上的整個改變了 所以客流就不來這裡 我剛走到後面這個地方 還有一個神社 這裡有一個步道 就是我們剛看的東海自然步道 看到這裡可以想像到以前來這裡旅遊觀光的一些光景 不過這裡地區位置真的很不錯 周圍四周都是大自然好漂亮 我後面這邊一整片都是山 然後陽光剛好照在上面 這裡聞的空氣也相當的清晰 而且大家還記得嗎 我剛說從明古屋車站到這裡只要30分鐘做電鐵 所以在大都會跟秘境之間 它的交通真的是非常方便 但無奈就是可能很多人呢 來這邊也來過了 有了車之後就會想要去到處地方走走看看 客流也因此這樣子減少了 從這邊看過去真的很像一個什麼 日本的溫泉街那種感覺 我們剛剛就是去旅館後面那一條一直往前走 那邊就比較有一點陰森可怕的感覺 前面這個地方就相當的亮 風景一片也相當的好 又有山又有河川 但旁邊就是處理的一片廢墟的建築 其實這邊的一些觀光旅館並沒有全滅 像前面的這一間印夢亭 據說好像還有繼續營業 我們上去看一下 他說可以吃飯還可以喝咖啡 印夢亭 日式老旅館 咖啡還有抹茶 裡面全部就只有我一個人而已 我剛剛還想說 因為櫃台是一個老奶奶 我想說一個人要喝嗎 結果她剛好接電話 然後我就走過去問她 她說可以了 我們就沒有吃飯了 就喝個咖啡 因為我覺得平常這裡好像人也不多 感覺弄一杯咖啡簡單喝一下 這一間好像也是一個旅館 可以在這邊住一晚的樣子 這應該是他們以前 喝咖啡煮咖啡的地方 這好像是撞球台吧 前面這裡就可以看到我們剛剛外面看的風景了 旁邊那邊是浴場 下午4點到10點 早上7點開始 咖啡泡好了 現泡的 就剛剛那個老奶奶包給我的 還有附一個小餅乾 好喝 這個飯店真的很有味道喔 以前來這裡玩的人是不是 也順便像我這樣子喝一杯飲料 看看外面的風景 這一站叫做定光寺嘛 但其實今天沒有走到定光寺那個地方 定光寺那邊也是一賞風的時候非常的著名 所以如果大家來到明古屋呢 想要走一個比較密近的行程 可以去定光寺那邊走走 就坐到這一站 那去完寺廟呢 別忘記了可以來到這間小旅館裡面 喝一杯手沖咖啡 剛我要進來的時候 那個老奶奶還幫我開暖氣 而且還開了兩個 我一開始跟他說不用不用啦 我只要一杯熱熱的咖啡就可以了 而且不只開暖氣 她把所有的咖啡廳的電燈全部點亮 包括後面通到廁所那邊也是 一般人來講的話可能會覺得說 哇為了一個人 怎麼感覺有點浪費點呢 但是我覺得這也是日本這些老式旅館 很細節的地方 就是對於客人來講的話 即便你是一個人他也不會對你很馬虎 店裡面該有的態度 該做的事情的話 還是依然每一個都會去做 不知道這裡住一晚要多少錢 回去上網稍微查查看 但我覺得應該也只能電話預約 前面好像有一片停車場是他們旅館的 就前面那個 要準備離開這個地方 剛剛看好像是一對母女在經營的老式日本旅館 這個奶奶看起來年紀也非常的大 感覺有八九十歲 真的也不容易 這邊是晚上定光室周遭的樣貌 哇晚上看到這個廢墟 感覺又更不一樣 變得更加的可怕 從這裡看這個廢墟真的蠻可怕的 怎麼有人會趕深夜然後進去探險啊 這個是我的話我也不敢 到裡面晚上哪一個人 在這裡看中心會和你不敢 進去 Home 並且在這裡看中心會 電話是在這次的壓力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